我跟妳講 是不是有很多長髮 沒有一個迷思 他們都覺得說 我的男人就是喜歡我長頭髮 對 可是髮字又爛 但是他會留的一大截是爛髮 對 可是我已經剪掉了 就是一個長度的堅持 對... 就會覺得 有長度總比沒長度好 妳知道 妳們這種爛髮 是我們一摸 就是爛到就糊糊啊 喔 是太乾了 很像塑膠髮 像米粉的那一種 很像塑膠髮 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它第一個 它沒有做一個正確的 保養的動作 那這麼長的情況之下 妳常做造型 那妳天氣突然很冷 然後或者是妳常染 但妳沒有去保養它 所以相對著妳的顏色的 顏色的飽和度就會不夠 那妳頭髮因為已經被破壞過 尤其現在的梅啊 或現在流行的髮色 很多都要漂過 像之前的粉紅色啊 大家很喜歡的亞麻的那種顏色 就是妳經常染燙 或者是熱塑燙 大家很愛的有沒有 或者是用電棒的 對 那種造型 高溫 可是其實我發現在出國 出國旅遊 尤其乾燥的地方 或很冷的地方的時候 如果妳要頭髮綁起來 我的做法是這樣 我會先把我要的保養品 頭髮的髮紅品 髮油 或者是護髮品 我會先抹在整個髮尾 然後把它綁起來 晚上回去洗頭 妳隔天妳的頭髮就不會靜點 妳搭飛機就不會靜點 真的 那當然妳選擇也要正確 接下來啦 髮油之王 髮油之王 妳是說髮王嗎 髮王 油王 髮油之王 髮王 也OK啦 對 因為其實它更... 它是更升級的 它提升了30%對頭髮的滋潤度 這個它可以完全維持到 24個小時的密集修復 重點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啊 老師 妳可以聞一下 對 其實它是由六種花蕙 花蕙 花蕙 花香調和 對 你們等一下喔 然後它推開 妳抹在頭髮上面 有一種熱帶的花的氣味 然後它裡面的 這六種花蕙 它除了保濕 光澤度 然後讓妳的頭髮抗糾結 這個其實都是妳出國 一瓶就可以搞定了 對 然後其實啊 我們的方式非常簡單 我都不用去梳理它 我們一樣把它分一半 那它是護髮產品 我跟妳講 它其實是護髮產品 但是如果是我在使用的話 第一個我出門 我知道如果我今天要綁頭髮 我就會像剛剛那樣先抹 綁了回家沖洗 再來呢 洗完頭的時候 吹乾前 抹 還有就是 比如說妳今天要頭髮要放下來 妳要出門的時候 尾巴也可以抹 對 所以這三個時間都可以抹 對妳好一點 所以不管是乾的髮還是有眼為濕的 都可以 都可以 對 而且它的動作非常 它使用的方式很簡單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它現在的頭髮 就是有靜電 毛躁 那我也都沒有先拿梳紙去梳它 就直接是用手 輕輕的剝 對 把它剝開 它頭髮真的很乾耶 對啊 那老師是靜電的時候就不能梳頭的 沒有 妳就要先抹這個 因為其實它是針對極度受損 極度乾燥 然後或者是像妳這種粗硬髮又 粗硬髮又加上乾燥又加上 沒有光頭 我要不要剃光頭了 真的 然後其實我的動作就是很簡單 而且它很也是 它雖然提升了百分之三十的滋潤度 可是它也是很快就可以被吸收 可以再給它兩滴沒關係 就是不會讓妳的頭髮變得太塌 對 它不會 而且妳看我都是從根部就開始抹喔 根部也可以 因為它這邊經電啊 我沒有弄到頭皮啊 它這個髮王要在哪裡買 髮油之王嗎 對 就是一般開架式就可以了 然後其實它是繼日本之後 台灣2015年第一個國家要上市的 是喔 對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買得到了 好香喔 所以台灣人很幸福啊 馬上就可以買到這個 你看喔 我只是這樣 我沒有 完全沒有用梳子 超好多喔 我沒有去吹它 完全沒有 就亮了 對 然後其實妳只要很 記住一個動作就是旋轉 然後旁邊還有 就是第一個 我們抹上去之後 像Nikki的尾巴 是真的非常非常乾燥 先用妳的虎口 把頭髮握住之後 然後用扭轉 對 這樣扭轉 加強在發味 對 最受神的部位 這樣 然後 好了之後呢 其實妳可以看就是 我們看一下它的側面 就是說我們現在撥的時候 妳看它頭髮的那個滑順度 我們都還沒有用到梳子 而且都不會塌耶 感覺還是很輕 對 它雖然滋潤 但是不厚重 然後妳看它另外一邊 這是 超好多 好 然後妳再看它原本的 頭髮的髮質是這樣 妳這樣有艷遇嗎 就是完全是啪啪的 對 所以感覺它這樣子 就不需要太造型 就很好看了 然後我這邊手是卡住的嘛 可是妳看我這邊一樣 它是真的自己卡住 妳其實是用一般妳隨 很多女生隨身 會帶重比較小把的梳子也可以 因為妳已經給頭髮足夠的營養了 所以其實妳並不用怕說 妳梳的時候它會扯斷 對 然後就是很順 那這個抹完之後再做造型就OK嗎 對 然後我建議Nikki啊 做完造型之後 尾巴可以再抹一點 像Nikki這種髮質啊 粗硬髮的 然後很乾的啊 如果它抹的油是不夠 吸收力不夠好的 其實啊 它不會有這種光澤感 而且頭髮不會有這種鬆度 它會變成 不會是這樣一片的 對 妳會看到是這樣一條一條 這樣看起來超好吃 像油面那樣 對 所以其實這個的話 妳出國就非常適合 那這個我就可以送妳 太好了 極度受損又乾燥的一頭亂髮 該怎麼辦呢 記得擦上修護滋潤的護髮油 借虎口及指腹順速一下髮流 立刻就能夠打造出 柔亮不糾結的修髮喔